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最近都在学迪士尼的电影 对吧 迪士尼电影当中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是什么 就是公主特别多 而且每个公主虽然人跟人的性格不一样 但是的话她应该都有特别突出的 特别鲜明的个性特点 而且都有很突出的优点 值得大家学习 对吧 但在迪士尼电影当中 好像王子的出镜率比较低 存在感也比较低 那么待会给大家看这个小视频 就是有一个人 他很有趣 把这个迪士尼的公主跟王子 设计了一个局面 当迪士尼的公主 碰上迪士尼的王子 在一块儿比拼 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她设想的一种状态 好 那给大家看看这个状态 你们感觉一下 你们觉得她的设想有没有道理 啊哈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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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子被打惨了 是吧 好 那这是他的一个视频设想 他觉得在 这些王子们来而言呢 他们是打病公主的 全方面败北 而且被公主打得稀里哗哗的 你们认不认同这个结论啊 好 我们班这个示范班女生比较多 我来问问男生 男生你们认不认同这个结论 我们来投个票啊 认同这个结论的请举手 两个人弱弱的举起了手 来 来 举高一点 好 不认同的举手 没有举手的是什么 你自己就是男生啊 你自己为自己说 你觉得是不是这样子 不举手代表你什么都不知道 那变成小傻瓜了 你要有一个你的判断啊 认不认同 认同是吧 好 我们再来投一次啊 认同的举手 不认同举手 你还是没举 举了第一个 举了第一个 好 OK 手放下 好 那首先先说这个认同男生 你们说一下理由 为什么你们认同 你说吧 你不知道 那你为什么认同 那你说吧 老师 我就感觉是 因为现在的家庭 就是生一个男孩 就特别高兴 然后就惯着他 重来 然后呢 就是 然后就导致 那一生的女孩 然后呢 就是那家庭就是 就是女性把男孩的能力抓起来 然后男生就是惯着他们 行动什么 就是做什么 然后呢 就导致现在 男生感不过你 好 我现在没有让你分析原因 我来说你觉得 认不认同这个现象 就是不是这样子的 就你觉得是 是吧 好 那 呃 我们男生呢 如果说你觉得 你们认同 男生是比不赢女生的 你们觉不觉得 这很丢的 很丢男生的人啊 男生比不赢女生 还能叫男生吗 好 那对不认同的男生来说呢 你们能不能拿得出证据来证明 你们哪里比女生强 能够全方面胜过女生 能够全方面胜过女生 拿得出证据过 估计拿不出来 坏消息就是 我已经听老师们说了 我们示范班的男生呢 应该被我们示范班的女生 打得有点惨 然后好像连输三局 这个头发都被剃掉了 所以说 你们虽然说是这么说 觉得出于男生的荣誉感 我们不能承认 我们男生比女生弱 但是的话 好像你们没办法逃开 这个事实就是 确实比女生弱了 但有一个好消息 可以安慰一下大家 你们知不知道是什么 就是全中国男生 都跟你们一样 所以说 你们并不是特例 并不孤独啊 你们只是 跟大多数男生很像而已 当然你们喜不喜欢 这个局面呢 就再说了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 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男生 是什么样子 论证一下 看看是不是阴胜阳衰的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阴胜阳衰是一个 什么样的局面 好那么首先呢 我们就来讲大家 最熟悉的 我们自己上学的阶段 男生跟女生 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从小的时候开始说起 先从小学开始说 大家呢 原来在学校里面 应该都会有一种 这样的体验的 一般来说 在小学里面 比较优秀的是 男生多一些 还是女生多一些 比例明显要 女生要多一些 男生可能有个例 也有不错的男生 但整体比例上来说 优等生的 这一片当中 是女生的天下 比例上都是女生 要多一些 那么我们来看 这是数据啊 好那么在数据当中呢 在优等生的调查里面 女生占比能占到80% 男生占20% 这当中有个别男生 还比较自强 剩余的男生呢 都是比不赢女生的 好那在各科的总成绩当中 无论是算所有人的平均分 还是及格率 及格率就是说 在所有的人当中 有多少人能够达到60分以上 女生也是明显的高于男生的 各科成绩都是 全部都是这样子 那么还有一个考核的一个方式 考核的是 大家知不知道 在很多小学 有一个推荐生制度 就是一些比较好的初中 他会给一些比较好的小学 一些推荐的名额 比如你这个学校 这一年 你可以选出这个年级里面 最优秀的学生 推荐到他们学校 就可以免考的 那么这个推荐生当中呢 男生跟女生的比例 是女生比男生的两倍 还要多 全方面悠长的学生 好这在小学阶段 那么小学阶段的话 其实原来大家都认为 是女生最容易取得 优势的一个阶段 那到了高中 到了中学会不会好一点 曾经是会好一点的 原来有这么一种说法 就觉得男生呢 在小学阶段的时候 可能还不懂事 可能成熟的晚一些 所以到了中学阶段 是会崛起的 但是的话 现在的男生 好像到了中学阶段 也崛起不起来了 我们来看看中学阶段 中学阶段呢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课业成绩 那么根据调查显示 是这样子的 到了中学阶段呢 女生具有优势的科目 是男生的两倍 男生只有这三个科目 是有优势的 略微优势 那么剩余这边的六个科目 全都是女生的优长科目 都比男生要强 所以说女生的总成绩 是明显的高于男生的 这学业成绩 好那么 接下来再看看 在中学要考大学的时候 有一个这样的数据 特别有趣 因为女生的整体成绩呢 实在是太好了 把男生压得 有点喘不过气来 所以说有一些高校呢 为了保证 他的男女生录取的比例 上大学的时候 男女生比例 不要太失衡 避免女生太多 他们采取了一个保护男生的制度 这个制度的话 就是让男生跟女生的录取分数线 不一样高 提高女生的录取分数线 降低男生的录取分数线 这样的话呢 来多招一点男生入校 保护男生 这是一个调查 调查是北京的一个高校 据说还是一个很不错的高校 他的文科成绩呢 这是两个分数线 女生的分数线 是614分 男生只能达到601分 就可以上跟女生一样的学校 一模一样的专业 给男生优惠条件 好那么这个分值差呢 其实也不算太大 13分 虽然在中国我们高考 一分压千人的情况下 13分其实已经算很多了 但还有比这更多的 好这还有个数据 好那么为了能够 尽可能的保护男生呢 有的学校对12个省份当中 大部分地区的男女生的分数线 都给了他差距 有个别地区的差距 给到了560分 就是女生的分数线 比男生高50分到60分左右 来尽可能的保证 男生能够考得上大学 好我们来看一下其中 辽宁省有一些学校啊 辽宁省的理科 露水分数线 男生最低的分数线 比女生低了57分 天津这里呢 低了58分 广西这个最厉害 低了65分 好这个差距是什么概念呢 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如果按照 学校与学校之间的差距来衡量 五六十分的分差 有多大呢 相当于中国排名第一的大学 跟排名第十的大学 之间的分数线差距 这是非常大的一个等级跨越 但是呢我们给了这么大的优惠给男生 好那么各位女生不要觉得不公平 为什么 因为即便是这样子 女生录取人数还是很多 保护不了男生 就是这样保护 男生还是不行 就是大学里面的这个男女生的比例 依然是女生的比例在不断的上升 年年增长 但是男生的比例呢 在年年下降 我们的男生怎么办呢 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学阶段 好进了大学之后呢 这个衡量指标 是大学提供奖学金 奖学金肯定是提供给 全方面各个项目上都比较悠长的学生 那么奖学金获得的男女比例呢 女生是男生的两倍 能够拿到奖学金的学生 所以明显比男生要悠长 好但是呢同时 男生挂科不及格 拿不到分数 避不了业的人数比例 可能接近女生的两倍 好我们来看看这是一个 在大学执教的一个教授 他的一个评价 他描刷大学里面经常看到的一个场景 他坐在教室第一排的呢 往往都是青一色的女生 整整齐齐 听个很认真 做笔记很仔细 很少逃课 很少矿课 考试成绩也是女生靠前的比较多 男生稀稀拉拉坐在教室的后排 上课呢对付 作业是应付 必修课是选逃就必须上的课 它是选择性的逃课 选修课必逃 就是那些不是必须修的课程 它是一定要逃课的 到了考试来了的时候呢 只有一大批男生追在女生身后 要复印他们的听课笔记 因为他平时不好好学习 然后最后成绩呢 就跟男生的学习状况一样 稀松平常 经常挂科 教学金大多数都被女生拿走 优秀生的名册上 基本上都是女生 这大使理的状况 女生们是不是听起来 感觉还挺高兴的 男生们听着感觉高兴吗 有点无畏杂成是吧 好要不要捍卫自己一下 为自己找一找空间 我们男生虽然学习不行 但是我们别的项目还是可以的 就男生点头 来告诉我提一个项目 你们觉得你们男生 还是有机会的 运动还可以是吧 女生们觉得呢 机会会比学习大是吧 对很多人会这么认为 就是呢觉得女生 之所以学业成绩比男生好 主要原因是因为女生比较安静 比较专注 比较能够沉得下心 所以说在学习上 更容易比男生取得优势 男生的话比较好动 比较活泼 比较喜欢探索和挑战 所以说应该可能在运动上 会更悠长一些 但是现在的局面已经不是这个样子了 好来给大家看一下 男生的身体状况 好右边这两张照片呢 是随便在网上找的 大家看得出来明显穿的是校服 对吧 那么这是我们现在很多男生的身材 长成这个样子 所以说呢 根据一些专家的调查发现是这样子的 我们男生的身高体重 每年平均值都在涨 但是呢 身体素质每年都在降 所以给他们起了个外号 叫胖无力 就看上去好像很多肉的样子 但是的话 可能没有一块是肌肉 看上去好像人高马大的 但是 体能身体素质一向都不行 肺活量 力量 势力 耐力 全方面落后于女生 但男生的超重跟肥胖比例 大幅度的上升 那么根据就是 有一个国家有一个机构 就是每年负责调查和研究 青少年的身体素质的情况 那么这个机构的话发现 每年中国学生的那个身体素质 都在下滑 而当中拖累这个成绩的 主体是男生 是男生干的 好那男生长大了 就会怎么样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 最高水准 前面我们看的是平均值 大多数男生普遍什么状况 这个是最高水平 就是中国的运动员 那么盘点中国运动员的 奥运金牌榜呢 所有的金牌当中 女子运动拿了70%以上 剩余30%是男生的 那么最近十年 中国的三大球 就足球 篮球跟排球 都是女子的成绩 要远远高于男生的 好我们一个个来看 足球 中国男足 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是不是中国人民心中的痛 就是中国人民 看了这个中国男足的话 觉得就是心里怎么看 怎么郁闷 几乎是中国运动界最大的耻辱了 但是的话呢 中国女足 在世界的比赛上 是拿过名次的 虽然说成绩可能比不上 女排这么精彩 但是也是拿到过名次的 好那么篮球的话 虽然说呢 中国男男 没有中国男足 听起来那么的糟糕 那么的艰难 但是的话 也比中国女男的世界竞争力 要差 那么在排球上的话 中国女排 大家上次应该听过老师讲课了 对吧 夺冠那个电影 当中女排 给你们的印象是什么 帅 帅 帅 她们是不是很精进 很拼搏 是不是可以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 而且很有团队精神 所以说对于中国人来说呢 我们觉得女排 是有女排精神的 是值得大家学习 和模仿的对象 当然女排的成绩也很好 经常是三连贯 五连贯的拿 但是男排 好像没有听说过她的踪影 没有听说过中国男排 为我们拿到过什么样的成绩 当然也更没有听说过 有什么男排精神吧 那么最近有一个数据 是这样说的 就是在那个东京奥运会上 就最近的一次奥运会上 中国的就是女足 女男和女排 很快都拿到了 就是参赛资格 就是入围了 可以去抢名字 我们的男足 男男和男排 好像在前面就被刷掉了 别说拿名字的问题 连入围都入不了 这是我们的运动员的状况 男生们 还有信心说你们在身体素质上 比女生更强吗 你说 我就是说 这个是中国的男人 像大部分的男人 但没说是我们这些男人 对 但是我们要看两个点 第一的话呢 好你做 第一的话是 那些男生是不是你的同类 那么他们没有荣誉 会不会也导致你比较没有荣誉 大家看不起中国男生 那你属于中国男生的一份子 那么会不会也连带着看不起你 这是个团队问题 对吧 那么第二的话呢 是 如果说你们有非常卓越的运动成绩 比你们班的女生要强很多 我觉得可以 但是你们有没有呢 男生你们跟女生比运动的话 其实是不应该跟女生直接性比较的 因为的话 你看我们刚才比运动员就是 同等水平 比如说女生跟对方的女生比 男生跟对方的男生比 这样从身体素质上来说才是公平的 因为男生女生天生的身体本身就不一样 他的身体基础就不一样 比如说打个比方 假设你们跟拓班比赛 你们的女生跟拓班的女生比 你们男生跟拓班男生比 你们男生的成绩 能不能比女生取得的成绩更好 如果说可以 比女生成绩好很多 那么这就说明你们足够强悍 但如果说你们只是能够 比你们班的女生强一点 那这是正常范畴 并不能证明你的优势 了解吗 好 那现在身体素质这一块 男生也挂掉了 还有什么 再想想男生还有什么优点 比如你觉得男生还有什么 应该比女生 使大家的观念当中觉得 应该比女生强的 理所应当就是比女生强的 领导力 还有比如说 你们会不会觉得男生 应该比女生更 个性更坚强一点 更勇敢一点 更强悍一点吧 我们对女生的印象呢 更多的是 比如说女生会脆弱一些 敏感一些 男生应该更强悍一点 但好像现在倒过来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 心理行为方面 好首先第一呢 男生比女生更缺乏意志力 和自控力 就是男生缺乏控制自己的能力 他们抵御不了诱惑 相比之下女生更容易抵御诱惑 女性青少年呢 成瘾比例 成瘾就是指你对各种各样的 诱惑上瘾的程度 比如说打游戏 抽烟喝酒 这些不良嗜好 女生的成瘾比例呢 是6.1% 但男生是13.29% 两倍 好那么光算王瘾这一条 这是因为青春期的时候 最容易被引诱的东西 王瘾这一条呢 女生占31%左右 男生呢 占68%左右 两倍还多 男生更容易被诱惑 意志力更不坚定 好 那么再看 心理个性上 男生的心理个性呢 现在比女生更加脆弱和敏感 而且更容易受到挫折和打击 好那么其中的话 有一个数据统计的是 现在的男生跟女生的 心理疾病的发病率 男生的心理疾病的发病率 要远远高于女生 比如说抑郁症 自闭症 这些疾病都比女生的比例要高 自杀比例 也比女生要高 据说男生的自杀比例 是女生的四倍 想不开 心理承压太大 然后就自杀了 显然男生没有更坚强 对吧 好 那么就是我们 社会上男生女生的情况 男生们应该觉得很不服 觉得我们男生怎么这么差劲 好 那我们来看看在我们学行内部是什么情况 好不好 你们觉得学行的男生跟女生 如果在比拼当中的话 大概是谁会强一些呢 好像女生说女生 男生说男生是吧 好 那么我们现在先不说我们现在的状况 我先给大家讲一讲学行的历史 好不好 学行第一个分的男女生班 是天剑一班和明德一班 这两个班呢是最早的男女生班 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班的历史 那么我自己是曾经的明德一班的学生 就第一届女生班的学生 好 那么最开始呢 这个天剑一班跟明德一班的人数 其实是差不多的 大概都是13到15个人左右 那么的话呢 但是经过多年的PK 天剑一班明显弱于明德一班 大概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给大家讲一下 好那么首先第一个状况 就是在比拼是在思维力方面 在思维力方面的话 天剑一班的写作能力 辩论能力 演讲能力 都弱于明德一班 男生都比女生弱 好那么当时的话 有一个最突出的一次案例 是做一次辩论 这个辩论的话呢 讨论的是一个话题 就是未来你要选择上 就是学中国传统文化 还是要选择出国留学 那么当时呢 明德一班就女生班的所有的家长 都选择了想要留下来 学中国传统文化 男生班的家长呢 刚好全部选择了要出国留学 好这两班就做了一个辩论讨论 就是交流一下 谁每个边拿出自己的理由 拿出自己的证据 来证明你为什么认为你的选择 更合理 对未来更有帮助 好大家就各自去做研究 去写辩论稿 进行辩论 那么那个时候采取的辩论方式呢 是佛式辩论 佛式辩论就是 比如你一个人站到台上来 把你的稿子发给大家 就是你的论证 然后其他剩下的所有人 对你提出反驳和质疑 二十分钟之内 如果说被别人反驳 被别人问住 把你打下来就算你输 如果二十分钟之内 没有人能够反驳掉你 就算你赢 好一个一个上去 那么最终的成绩是这样子的 明德一般 十几个人当中 只有两个人输掉了 没有守住 剩余的十个人 全部守住 天一般的成绩是倒过来的 只有两个人守住了 其他所有人都输掉了 好那么这还没完 那么真正的亮点在于呢 你们觉得男生们 你们觉得如果男生 是这样的表现 他们心里应该想什么呢 他们会不会觉得 很生气很愤怒 会觉得我们怎么能这么差劲 但当时天一般没有这样想 他们的选手上来 如果输了 他们觉得这很正常 没有什么表现 但如果说呢 他们打掉一个女生 他们就很兴奋 觉得哇 我们终于打掉一个女生 女生这边是倒过来的 赢了 女生没什么感觉 觉得我们理所应当 应该赢过男生 然后唯一输的那两个女生 跑到教室去 偷偷地自己去哭去了 觉得自己是班级的耻辱 为什么别人都守住了 自己没有守住 有没有觉得 男生跟女生的角色 有一点颠倒 好 这是当时辩论的一个状况 好 我们第二 我们再来看看 男生跟女生的一个 自控力的对比 好 那个时候的天一般呢 特别容易受到 一个东西的控制 游戏 所以说他们在教室里面 装了两个摄像头 对角 超大 这么大的摄像头 拿来做什么呢 监控他们电脑上的行踪 那个摄像头有多清晰呢 能放大到你电脑上的字 屏幕上的字都能看得清楚 为什么要放这么高清的摄像头 自费买这样的摄像头 挂在班级教室里面 别的班都没有这个待遇 原因就是因为 他们跟老师沟通了 觉得他们控制不了自己 所以说呢 希望老师能够 装两个摄像头进去 能够管住他们 还制定那个规则 如果说打一次游戏 被发现 就捐赠一千块钱班费 捐给班里 但就是这样 好像还是有几个男生 围了归 还是去打游戏 被抓到 真的捐了一千块钱班费 但是 女生班从来不需要 这样的制度来监督 所以说 自制力比较差一点 好那么第三的话呢 就是在心理素质上 那么曾经天一班 也有过一段 提高期 就是一度能够跟明德一班是 平水平的状态 靠的是什么呢 靠的是非常高压的训练 当时呢 男生班的代班老师 非常努力地去训练他们 就用西点军校的标准 要求他们去对标 去整理他们的内务 训练他们的队列 拼命地训练他们的运动 比如说 为了要加强他们的身体素质 怎么做呢 让他们背着砖头 背在包里面 上山下山 好那么经过这样的调整 一个月之后 马上这个班的风气 就不一样了 当时我们都感觉到 感觉这一次天一班的风貌 比原来要精神很多 比原来要强悍很多 那么如果按这个趋势 发展下去其实是不是会很好 坚持一年呢 可能明德一班 就不见得是他们的对手了 但是结果中间 发生了一个意外 到了放假之后呢 这个班的男生们的家长 觉得训练太辛苦了 有点心疼他们 就把很多男生接回去了 一个假期回来之后 这个班的人数锐减一半 只剩六个人了 那么后面呢 又有几个学生 因为一些别的原因离校 这个班最后只剩四个人了 已经成不了一个班了 天晋一班 解散 好 这是第一届男生班的状况 好 我们再来看第二届 第一届正亡了 再看第二届 好 天晋二班对明德二班 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 那么天二班对明二班的时候呢 当中天二班曾经有过一个 比较耻辱的一个历史 告诉各位男生 这个班曾经有过一个名字 叫伟娘班 什么叫伟娘 伟娘就是指 不像男生的男生 假女人 是男生的外表 但是呢 是女生的内心 不管这个班叫伟娘班 那为什么这个班叫伟娘班 肯定是因为他各个方面 都比不赢女生了 那么当时呢 生长告诉他们说 你们不用跟明一班比 毕竟明一班大一点 你们可以跟同级别的明二班比啊 但是好像也比不赢明二班 运动好像也会经常输给明二班 写作呢 好像也输给明二班 当然自控力就不用说了 这个班的自控力也不太好 一些违规的情况 贪吃贪玩的情况也比较多 那这个班有没有过起色呢 也有过起色 中间在老师们的拼命调整之下 也有起色 一度能够跟女生班一样精进努力 甚至比女生班更拼搏的去提高自己 因为他们基础更差 很快开始赶上来一点点了 开始平起平坐了 然后呢 这个不是放假的问题 是进入了青春期 进到青春期之后 这个班的男生 普遍都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诱惑 打游戏啊 看二次元漫画啊 贪吃贪玩啊 各种量堆都出来了 心思都不在学习上 但相比之下的话 明二班的状态就要稳定一些 基本上还在努力的 一直在提高自己 所以说男生前面好不容易追上来的东西 又被女生给甩回去了 他们也曾经有跟 我们这批男生一样的历史 在一次测论比赛当中 男生的平均分输给了女生 然后全体去剃了光头 但是这件事情也没有成功地唤起男生们的斗志 就一直这样消沉下去了 直到后来呢 这个班的升学率也比较低 目前留在学校的这个班的男生 基本上没有你们认识的了 没有你们认识的老师了 但是明二班和明一班的老师 目前应该是你们最熟悉的老师 对田老师就是明德二班的 还有托班的班主任 秦老师也是明二班的 好那么具体还有很多案例 我就不一个个举了 这就是一个我们第二届男生班的结局 来我们试分班的男生现在在想什么呀 是不是五味杂陈 赵天天你说一下 你在想什么 我觉得其实吧 男生如果特别努力的话 是可以跟女生一样好的 或者能比女生更好 但是呢就是没有 对没错是这样子 男生其实是绝对有跟女生一样的能力 甚至可能比女生更好的潜力 能够去提高自己 但是的话呢 男生不努力不精进 所以说自己把自己的优势地位 拱手让给了女生 所以现在都是女生的天下 当然现在到你们 好像也是女生强于男生啊 这个局面不太乐观 好 那我们社会上的论证完了 建议学行内部的也论证完了 是不是已经能够足够的说明 英胜阳帅是个事实 女强男弱是个事实 还有没有男生不服的 没有了吧 好 没有了的话 那我们就继续往下了啊 想办法 这种英胜阳帅的局面 的原因是什么呢 要知道确实像赵天天说的 在过去男生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男是不是天生比女生差 绝对不是 甚至在几十年前 男生一度都是拥有绝对的优势地位的 比女生要强很多 对于优秀的男生来说 女生是怎么追也追不上的水平 好 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们刚才看了大学的那个 为了招男生 给女生的分数线比男生高 对吧 为了照顾男生 但在过去 别说是照顾男生 不照顾女生的不错了 像说他在上大学的时候呢 大概是八几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上大学 他上的是武汉大学 那么在五大 他举了一个数据 他比如说他们一个班 那个时候一个班人 还是比较多的 一个班当中 他们班只有多少女生呢 只有五个女生 那么在他整个院当中 好像女生最多的班级 也只有七个 还有更多的班级是什么状况 没有女生 这全部是男生 和尚班 全部是男生的天下 那么宿舍楼是怎么住的呢 说当时 他们那个院 那边应该是有 七栋宿舍楼 只有一栋是女生宿舍 六栋都是男生宿舍 而且那栋女生宿舍楼 不是所有宿舍楼 当中最大的那一栋 也就意味着 男生的入学比例 比女生高好几倍 还有没有比这更明显的 还有 有比武汉更明显的 清华大学 清华当年的男生比例 也是居高不下的 据说当时清华呢 有一个外号 叫五道口男子职业学院 意思就是说 这学校全是男生 是个男校 没有女生 当然它并不禁止女生上学 并不是真正的男校 但是呢 很多女生考不进来 拿不到这个分数 没办法跟男生 一样上这么厉害的学校 这是那个时候的状况 那么那个时候 班级里面最优秀的是谁 是男生 程序最好的是男生 最有领导力的是男生 运动最好的当然也是男生 那么怎么就变成 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 几十年的时间 局面倒转了 到底是为什么 男生们怀不怀念 当年的盛况 那怎么办 怎么回事 找原因 你说 我觉得可能是 这几十年的话 就是开始 就是奶头了 就是开始生气 然后有很多很多的诱惑 但是男生都 大多都抵抗 所以就 如果说诱惑本身很有 就是引诱力的话 为什么女生没有被诱惑 女生反而在不断的上升 男生在下降呢 诱惑不会只针对男生 不针对女生吧 公平的对不对 好再想 杨文轩要不你说一下 可能是因为 就比如说 像中国和美国的情况 因为 就拿女生来当中国吧 然后女生他们以前 可能他们很少的能考上大学 所以他们后来就很努力 然后就说我们一定要 留点这个技术 然后就 考上大学了 而可能男生他们就很骄傲 然后可能 就是 家长一看自己生了男孩 就感觉很高兴 自己的孩子一定可以考上大学 但至少 就可能就觉得至少 比那个女生能考上大学的 几率更大 所以他们就很 宠了自己的孩子 就 好 这提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点 就是他提到了两个 第一个是呢 女生原本的地位比较低 所以说女生更努力一些 处于弱势地位 第二的话是因为 男生的爸妈比较宠男生 你们同不同意这种现象 是这样子吗 你们周围有这样的现象吗 好 那我们来研究一下啊 为什么男生会 面临这样的状况 因为你要去解决一个问题 你只是要发现 他问题的原因 不然的话 你们是无法改变这个现状的 我相信男生们 应该不想持续这个现状 好 那么第一个原因 可能会是大家 比较难以想象的一个原因 就是在现代 女生比男生强的这件事情 是在你出生的时候 就决定了 对 从出生开始 就已经产生了差异 好奇怪是吧 好 这差异怎么来的呢 不是因为男生跟女生 本身的区别 是家庭原因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知道 中国的父母 更喜欢生男孩 还是生女孩 对 明显喜欢生男孩 好 那么呢 如果说喜欢生男孩的话 那现在我们又是 大多数家庭啊 是独生子女政策 那么独生子女政策的话 也就意味着 你只能生一个孩子 那么这就面临一个选择问题 你如果生了一个孩子 就比你生了一个女儿 你就不能有第二个儿子了 对吧 好 那么 很多的家庭呢 就会做一种选择 就是通过 他提前做B超 来查出来 是男生还是女生 如果说是女生 就把他流产 打掉 留男孩 那么有些家庭呢 真的会这样做 即便他不是独生子女的要求 他也要这样做 看他可能能生两个 生三个孩子 他一定要生出儿子来 才生 如果是女孩 就不要 连打三到四胎 就为了生儿子 这种情况还很普遍 好 那么这样的情况呢 在什么样的阶层当中的家庭 最容易出现呢 对 越是底层的家庭 越喜欢人为干预 比我刚说到这样的案例 一般就是在 比较偏远的山村 或者农村 容易出现这样的状况 他们就特别特别的执着 一定要人为干涉 要生儿子 但是相比之下 什么样的家庭 可能更能够接受女孩呢 就是接受自然选择 就相对来说文化层次 教育层次会更高的父母 他就能够接受 虽然我们也很喜欢男生 但是的话 如果说我怀的是女孩 那么我就接受他就生女孩 把他教育好 也是很有价值的 对吧 那么所以这导致了 一个必然的结局是什么 女生出生的时候 很多女生家庭的教育背景 她的父母的认识层次 是不是就高于 很多男生的家庭 那么这个父母 是不是能给这个孩子 更多的 更好的教育指导 给他更好的教育资源 OK 所以说女生在起跑线上 高于男生的平均水准 这是第一个原因 起跑线上就注定了 好 接下来来看 第二个更重要的原因 就是在家庭教育的过程当中 发生的问题 好 那么像刚才 杨文轩提到的那个问题 就是因为中国的父母呢 都比较重男轻女 觉得男生更好 女生更差一些 所以很多生了男孩的父母 会有这样的一种情节 尤其是母亲 他会觉得如果生的是一个儿子 那么的话 这个男生哪怕一无是处 哪怕毫无优点 但凭一条 他是男的 他就理所应当获得优势 他就应该得到更多的照顾 他就已经比女生强了 好那么既然他凭他是个男的 他就比女生强 他需要做什么努力吗 他什么都不需要做 父母就会自动的对他很好 而且呢 也会要求周围的所有人 对他很好 他会不会教这个男生 去自立自强 去自己努力 去为自己的目标奋斗 不会 但相反呢 如果是女生的家长会怎么想 猜猜看 比如说这个家庭 他也觉得 就是虽然我生了是女儿 我能够接受他是个女孩 但周围的社会 会不会这样认为 觉得你的女儿跟别的儿子是平等的 不会 这个社会还会更多的 有一种想法 比如说觉得 如果说这个母亲 你生的是女儿 那么 生了儿子的母亲 可能在你面前就会有一种 地位更高一等的感觉 觉得我家生了儿子 所以比你更有荣耀 那么这家的母亲 会教他的女儿做什么呢 超越男生 你要给别人证明一下 你是女生 也不差的 就是告诉他 谁说女生不如男生 我们女生比男生更优秀 所以说这个家长 反而会更拼命地去培养 这个女孩 让她尽可能地拥有各种各样的实力和素质 必须自己去捍卫自己的荣誉 因为毕竟社会不会把荣誉 直接拱手给她 对吗 甚至的话 在男生跟女生的竞争当中 会因为她是女生 可能会处于劣势地位 所以说就告诉他 你必须做得比男生更好 更强 甚至好好几倍 你才能得到跟他一样的资源和条件 得到跟他一样的尊重度 所以这养生女生什么样的性格 特别自强 特别精进 特别努力 对吧 OK 这样就拉开了差距 那跟家里面千娇百宠的男生相比 是不是差别就很大了 好 那么你们知道 比如说同样一个家庭的父母 如果说一个男孩 一个女孩 她对她们会有多大的差别吗 你们有见过这样的案例吗 没见过是吧 没见过的话给你们看看 好不好 好 给大家看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呢 是一个电视剧 前几年好像比较火的一个电视剧 叫欢乐颂 这电视剧当中呢 我没有看过这电视剧 但是的话据说当中 有一个很有名的角色 叫樊胜美 这个角色的话 她有一个很有趣的家庭背景 她的家庭就是强烈的重男轻女 她的妈妈呢 把所有的苛责留给了她 但是把所有最好的待遇 留给了男孩 留给了她的哥哥 而且要求她要付出她的一切 来供养她的兄弟 你的钱应该拿出来 支持你哥哥 买房买车 结婚生子 都该你掏钱 那么你在外面应该独立打拼 但是呢 你哥哥应该得到家里的接济 所以把男孩宠得没边 虽然这里面主体看到的是 女孩跟父母的互动 但你从这可以看得出来 这父母对男孩有多么娇宠 好不好 大家来感受一下 这个剧呢 就当时引起了很多 很多人的共鸣 就是他们觉得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剧 而且反映的就是中国人的现实 很多的家庭就是这个状况 很多的女生 接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方式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这个演员演得也蛮好的 这个妈妈演得蛮好 这些年你们到我当卫生 是今天一天我可擦屁 她说我和她姐姐 都是我姐姐姐的 可是这次不行 她自己都死了 我也没办法 小米也啊 你明明为了解释不久啊 那大家说一样 你明明要做不好呀 你跟房东说什么啊 让她先把你的房租退给你 啊 那我都在头上的 好不好 这个住院的费用 是永远产生的呀 哎 你今天还是去交了 昨天和明天的费用 那以后每天都会产生的费用 他们说这个每天 一千总是要的呀 哎呀小米啊 你说这个怎么办了 啊 一天一千 你哥哥四千才会放出来 那么至少还要准备四千块 什么呢 你别忘了 因为对方又拿着账单上门了 你说是要的 再要一千块钱 你无论如何帮帮你哥哥啊 哪怕是借呢 咱们总得把这件事情了结了呀 小米啊 没有办法 这个家里能借钱的也只有你了呀 这怎么办呀 你说 哎 小米啊 那就这一次了啊 小米啊 这样 明天有钱还有后天 那这样你今天晚上辛苦一下就多借一年啊 那小米啊 哎 我问你啊 你那个钱人打过来没有啊 我昨天没接到 我今天再试试行吗 嗯 你现在是不是已经上班了 那你抓紧给同事们接一接呀 啊 我真是怎么样哦 你哥哥嫂子在家都不重要了 你中最高级的房子 那一个月 那多少钱了 还得小声呢 嗯 我是跟男人合同的 一个月就不算了 这有一千块钱还不亏呀 你看 我还在宿舍你不去住 到家里住这么贵的房子 我 你别再按住宿舍的事情了 我现在按住宿舍 我来买杯子就行了 你哥怎么了 你哥这几年总算给凡家生出个孙子了 你呢 除了这一对衣服还有什么呀 钱也没损钱 我跟你讲啊 你哥哥说了 他找到落脚的地方去给你打个房 你给他几点钱去 啊 他们两个人啊 到一个不认识人的地方 那没钱是不能活的 那 我一个人刚才上海打拼的时候 你女孩都不够我有没有钱啊 你有给我钱吗 我听你问过来 就是住在你隔壁的那个当 昨天晚上开车子的那个小姑娘 但他已经给你钱了 他说要多少可以多少 你跟他借钱了 下一个人发了工资 马上就还给他了 我已经跟他说好了 你跟那个好心的姑娘姐的结婚 他说过呢 只要你先借调 多少钱他就借出钱 你怎么这么狠心了啊 你老钱都费啊 啊 你看到你哥哥 连家都没得毁吧 你眼里除了钱 还有什么问题 你这个变成问题 变成问题 从我工作开始 我真的没笔钱都往家里 我都是贴不家的 我尿哥呢 他还是饿了 他的房子少不少 你再讨许我 他甚至孩子都没有我自己都发现 家里所有这些东西不是我卖的吗 做了那么多小费家里做了那么多 你说的绝对都没有吗 我不姓凡吗 啊 我是外人吗 好好好 我是外人 好 视频看完了 来 先问问女生 女生有什么感受 很不公平对吗 嗯 好 那么如果你是这个女生 谁会支持你 父母会不会宠你 那么如果说 你想要实现你的目标 你只剩一条路怎么办 让自己变得足够卓越 不要依赖任何人 所以就养成了这个女生 可能会有什么样的脾气呢 不说别的 可能会比较自强 可能会比较努力 心理承受能力应该会比较好 能够承受打击 能够面对压力 能够自己为自己负责 好 我们再来看看这当中 出境不多的他哥哥 我们来推测一下 好 我们从刚才的视频当中 我们可以得到几个信息 他哥哥犯了罪 要他去拿钱 把他哥哥赎出来 他哥哥没有房子住 要他去掏钱 把自己的房子拿出来 让他哥哥去住 他哥哥生孩子没钱 得他掏钱 他哥哥估计结婚 可能也他掏钱 那么他哥哥呢 中间其实短暂的出现了一些片段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 有一次 他爸妈妈打电话的时候 他哥哥就坐在他 他爸爸妈妈对面 敲着二郎腿 一副什么样的表情 理所应当 就是 因为我是男的 所以说这个家庭就理所应当贴补我 就理所应当围着我转 这男生有没有可能有出息 因为他的一切都是别人帮他包办的 他闯了什么祸 都不用自己承担责任 他想得到什么 都不需要自己去努力 都有别人帮他办好 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这个男生还有没有任何努力的动力 绝对不会有 所以说 你能指望这样的男生交出来 能够有竞争力吗 像个男生的样子吗 就是一个大大的妈宝男 对吗 好 那么这是一个比较经典的案例 好我们再来看一个案例 好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电视剧 叫都挺好 这也是一个曾经比较火的电视剧 谈的也是这个问题 好这个案例当中呢 讲的是什么呢 讲的是这家有三个孩子 两个哥哥 妹妹是最小的 那么按照道理来说 如果一般家里面最小的孩子 其实是不是应该得到父母更多的照顾才对 正常来说应该是这样子的 但因为她是女儿 所以说就不一样了 她的一切都要提供出来 给她的哥哥去享受 好 比如说呢 这块就 举了两个例子 说第一是在吃饭上 他哥哥永远要吃最好的 哥哥的早餐永远是火腿夹鸡蛋 他呢 是水泡饭 他哥哥有临时吃的时候 他连正餐都没有 那么第二的话就是 连教育资源都不给她 所以这也限制了她的很多发展空间 这个女生据说呢 当时有 考上清华的成绩 她有实力考上清华 但她妈妈不让她报 原因是因为 家里的钱要拿出来给你的哥哥交学费 没有钱给你交学费 所以说你要去上最便宜的师范学校 不要去上清华 但他哥哥的成绩特别特别差 远远赶不上她 但是呢机会要让给 男生 好 那么对于这样的男生 他觉得他需要努力吗 去争取自己上学的机会 不需要 反正无论如何 无论我多差 我爸妈都会想办法把最好的留给我 那我努力干嘛 不用努力 那么你们可以想象在这样的状况下 千交百宠下的男生 他的平均竞争力显然会比女生弱很多 差劲很多 阴盛阳衰就不兮兮了 对吗 那么各位男生 你们的爸妈妈会不会宠你们呢 不知道 你们去想一想 回顾一下 好 这第二个原因 好 第三个重大原因 就是自控力原因 好 现在考大家一个问题就是 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男生在过去的时代当中 都比女生拥有更强的优势 这当中有反映了男生什么样的优势吗 男生有什么很大的优点 是女生没有的 你说 就是可能在古代吧 还是农工时代 那只有男生才可以干活 所以就他们去养家赚钱 这男生比较有承担是吧 对啊 他们就可以制定规则 这是他们的特权 不能叫他们的优势 但如果说他们更愿意承担 这是他们的优势 好 其实男生呢 原来能够比女生更优秀 其实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男生在骨子里面 有一个最强烈的愿望 就是想要变成强者 想要成为赢家 想要能够战胜别人 想要能够建功立业 是不是 各位男生 你愿意你的生活是 比如说像很多女生 她们会觉得她们的生活目标是什么呢 有一个良好的关系 有一个好的家庭 幸福快乐的生活在一起 相亲相爱一家人 这是很多女生的想法 就是我们原来讲过的 小女人的思维方式 好 那么 跟这样的女生相比 你们觉得会不会有男生有这种想法 来 调查一下 各位男生 你们谁觉得你们的人生 可以接受这种局面 就是 跟小女人一样的想法 我有一个幸福快乐的家庭 我们相亲相爱一家人在一起 我觉得我的人生很满足 有的请举手 绝对不能接受的请举手 OK 好 恭喜你们 是正常的男生 好 说放下 正常的男生都不能接受 那么对正常的男生来说 他可以牺牲很多别的条件 但是的话一定要得到一条 我一定要证明我足够卓越和优秀 那么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呢 其实男生如果真的很想去实现一个目标的时候 他会很拼命的去努力 但为什么现在局面发生了逆转呢 是因为出现了一批很聪明的利益集团 这批利益集团 他们抓住了男生的这个人性的特征 然后利用了这个特征 就是男生不是想建功立业吗 不是想赢吗 但是很多男生赢不赢得了 他们赢不了 那么既然赢不了的话 我来帮你赢 给你轻轻松松就能赢的机会 这东西是游戏 好我们来看一下游戏的一个数据 有多少人涉及到游戏当中 根林调查呢 中国的游戏玩家的总数 5个亿以上 而核心玩家 就是玩的时间很长的 花钱很多的玩家 有1.47个亿 但美国的总人口只有多少呢 3.17个亿 也就意味着中国玩家玩游戏的人数 已经超过了美国的人口总数 我们再来看看 2014年中国的游戏行业报告 总收入是1144个亿 逐年增长 而这当中绝大多数的男家 玩家都是男生 而且大多数呢是学生 也就意味着他们在学生时代就被腐蚀掉了 所以说到成年的时候 没有出席也很正常 OK 就是 游戏 好那么游戏为什么那么能够吸引男生呢 其实原因也很简单 就是因为游戏它给了你一种虚假的假象 能够让你用一种更轻松的方法 更简单的办法 然后呢得到 你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很难获得的成就感 比如说你在现实生活当中 你要去成为武功高手 该怎么办 你都得每天很拼命的去训练自己 对吧 很拼命的练习 很拼命的运动 去提高自己 甚至经常被人揍 你才能提高你的武功水平 但是呢在游戏界当中 需不需要 钱冲进去 然后呢 一刀一个 是不是感觉很爽 这就是男生喜欢游戏的原因 好我们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个 视频 好这个视频的话 当中就从一个 游戏设计师的一个视角来分析 他们是如何来勾引 玩家喜欢上他的游戏的 他为了给你创造成就感 他花了多大的心力来做这件事情 你们可以感受一下 好 看看他们是怎么算计你们的 这是一个 先这是一个 男生游戏上瘾的一个介绍 你们可以看一下 从上午大概十点钟开始 玩 玩到中午 玩电子 玩电子 好 就是男生对游戏会上瘾上到这个程度 好 我们来看看游戏设计师是怎么做到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爱爱爱爱你的 相信很多数玩家在玩游戏的时候 都深刻体会过两种感觉 一种是打开游戏不知道该做什么好 没什么能提起兴趣的点 觉得游戏很无聊 一种是游戏难度过高 疯狂失败 甚至开始怀疑人生最终被劝退 而那些真正能够抓住我们内心的游戏 我们觉得好玩的游戏 都是会在玩的过程中全神贯注的 忘记时间的 不知不觉一天就过去了的 在这些行业里 有一个名词专门用来表述这些状态的现象 叫做Flow 翻译成中文就是心流 心流其实不是游戏行业的专有名词 它是一个心理学的概念 比如匈牙利 美籍心理学家 米哈里希克森首都提出 是一种将个人精神力 完全投注在某种活动上的感觉 比如有时候我们会打游戏 打得忘记时间 一个回合过去 天就亮了 有时候我们沉迷学习 无法自拔 不知不觉就放学了 好像一天很充实 这些都是典型的心流状态 当然处于心流状态中是 会觉得时间飞速流逝 不容易察觉外界的刺激 比如忘记饥饿 听不到手机震动 并且在事情完成后 会感受到愉悦和快乐 心流是个广泛适用的心理学理学 感觉小伙伴可以去详细研究一下 我这边是讲一下 它的游戏设计中的运用 我们常说游戏最重要的就是好玩 那么什么才叫做好玩呢 除了各种好玩的学术定义之外 我们现在就可以再来一个标准 那就是能够让玩家进入心流状态 就是好玩 那么现在我们就到了问题的最关键部分 如何让玩家进入心流状态 米哈里希克森在197年 提出了一个模型 主要的核心点在于这张图表的 S轴和Y轴 Skill and Challenge Skill就是说你当前所掌握的能力 Challenge就是说你面对的 需要解决的问题 当你的能力刚刚好 和问题的难度差不多时 你就能进入心流状态 想像我们当年做数学题时 如果数学题太简单 我们会觉得弱爆了 如果数学题太难 我们根本就不想做 只有数学题难度刚刚好 经过一番思索和尝试 最终解除答案 然后翻开参考数最后一页 和标准答案一比较一模一样 但一瞬间心里就会超级爽 想着我怎么这么牛逼啊 意犹未尽 然后又开始做下一题 游戏行业对于米哈里的心流模型 做了简化和改进 最后出来的模型就是这张图 这也基本是学习游戏设计 必须掌握的最基础的理论之一 XY轴呢 还是Scale和Challenge 中间的一块就是心流通道 这里的Scale呢 就是玩家在游戏过程中 学习到的技巧 学会的新技能 新机制 新装备等等 而Challenge就是关卡的难度 当玩家自身能力过强 超过关卡难度限制了 就会觉得游戏太简单 无聊 当玩家自身能力过弱 无法通过关卡 就会觉得游戏太难 劝退 所以游戏设计是需要做的 就是做好一个平衡 让关卡难度和玩家当时的水平 相匹配 甚至稍微高一点 这样就可以让玩家进入心流状态 在游戏开局 玩家一无所知 也没有装备加成 出现加成之类的 所以相应的 敌人也会很弱 而随着玩家强度提高 技巧上升 敌人强度也要相应的提高 始终维持一致 来达到一个动态平衡 就比如塞尔达荒野之系 有一个隐藏的敌人进化系统 随着你杀死的敌人越多 新出生的敌人就会越来越强 数值越来越高 甚至还会有白银怪 黄银怪出现 越喜欢杀戮的玩家 就给他更高级的敌人去杀 越不喜欢杀戮的玩家 就一直保留简单的小怪 来达到一个动态难度平衡 但Skill Challenge始终一致 真的就是好的吗 答案是否定的 目前业界更倾向于的是 螺旋式上升曲线 机关卡难度不一定要 一直保持在玩家的水平线上 可以忽高忽低层波动状 但无论上浮还是下沉 都要保持在心流通道内 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呢 因为玩家如果一直都在 和自己水平一致 甚至稍高的敌人 精神一直紧绷难以放松 会形成另一个圈退点 而成见波动状之后 每当玩家经历一番苦战成功之后 曲线下沉 给玩家一个轻松的关卡 来进行放松 平复心情 来为下一场苦战做准备 另外呢 当玩家变强之后 也需要一个轻松简单的关卡 来告诉玩家 你真的很强 小怪一刀一个 割草的感觉真的很爽 像黑魂3 连每一次Boss战 都是一次难度 超越当前水平的战斗 所以玩家基本肯定会死几次 这就是心流曲线的上升点 而在Boss战之后 要么直接是篝火回营地 要么是几个不痛不痒的小怪 就是给玩家一个放松的阶段 当然黑魂3里的小怪 也有不少是初剑杀的 这在戏分的话呢 就是另一条波动的 只属于小怪部分的心流曲线了 玩家在游戏过程中的成长 不只是包括血量 攻击力 体力的增加 还包括自己技术力的提升 更能判断翻滚躲避的时机 更了解Boss的攻击模式 这种隐性的成长 也是设计师需要考虑进去的 在黑魂前期阶段 玩家更需要依赖于 自身技术水平的提升 反应能力的提升 而不是装备和素质 这就会导致一个问题 自身技术水平不够的玩家 也就是首三玩家 不论怎么样 都是无法通关的 他们真的就是不擅长动作游戏 而反观手游行业 则更多的是依赖素质而非技术 这样的好处就是 不论什么玩家 只要素质队的足够高 都可以通关 所以适应的人群更加广泛 市场也更加大 也更加赚钱 至于素质和技术 输高输低 黑魂和手游的设计理念 又输高输低 这个就见人见智了 没有什么绝对正确的答案 好 我们就看到这里 好 当中的话 我猜你们有些理论 可能没完全看懂 没关系 但你们只能感受到一点 这设计师专不专业 他对人研究透不透 他把每个人都设计成了模型 对你的每个环节的反应 他是判断的很清楚 非常非常的熟悉 你在每个环节达到什么怪 会有什么样的想法 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他都判断的一清二楚的 但只不过呢 如果说老师碰到 你有这样的感受 老师会教你如何 去战胜他 不会顺着你的感觉来 但他的任务是干嘛 就是给你满足 让你能够得到满足感 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 你会不会遇到的所有事情 都如此能够称心如意 都如此能够让你感受到 最佳的快感 不行 你会感受到很多的打击 可能很多的郁闷 可能很多的困难 很多困难就是克服不过去 需要你花很长很长的时间 去战胜他 可能需要很多的积累 才能够实现一个短期的目标 但是的话 在游戏当中不需要 甚至一冲前 能够实现你所有的愿望 那男生就可以从当中 得到非常非常简单的成就感 那么在这样的游戏当中呢 各种各样的体验都有 比如说有的游戏 能够满足男生什么样的愿望呢 比如你想做 领导者 在现实生活当中 你要做领导者 你得怎么办 第一 你得比别人优秀 让大家服务你 对吧 这就得花很多时间了 花很多心思 可能很多男生就很难做到 那么第二呢 你还得花很多时间 去为别人服务 对不对 你得为你的团队成员 做很多的事情 去承担别人不用承担的责任 OK 这都需要花时间 需要付出努力 但游戏里呢 你给轻轻松松 充点钱进去 然后你就摇身一变 就变成某个国家的国王 某个领土的领主 你就可以享受一种 当皇帝的感觉 这样对比之下 游戏是不是轻松多了 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 你要打败对手 可能需要花很多的精力 比如说你们可能看到 像百人最后战 打百人最后战的老师 可能几拳 能打掉一个对手 你们觉得哇好酷 你自己上去试试 别人几拳打掉你差不多 你不能几拳打掉别人 但你要知道 他能够几拳就把对手 给打倒在地 他是不是曾经 也被别人打过无数拳 在陪练的时候 他们练的是什么 他们练的不是打人哦 他们练的是被人打 第一件事先训练被打 先训练挨打 被别人打多了 你能够让别人打不到你 你就可以练习打人了 好这个过程当中 会不会觉得心情很舒畅 不会 你如果找感觉 你就会觉得心情不舒畅 但是在游戏当中呢 就不一样了 一刀一个 几刀就可以砍掉一个大boss 冲钱对别的玩家 一刀可以砍掉别人一个 好轻松 完全不需要付出努力 所以男生就会迷恋上这种感觉 那么既然男生的成就量 可以在游戏当中 得到充分的满足 你还需不需要在现实生活当中 去付出任何的努力 那么就会出现一下 前面那种状况 定个男生就可以 抱着手机 从第一天做到第二天 除了吃饭和睡觉 全部的时间都拿来打游戏 甚至呢 很多男生愿意做什么呢 他们愿意去网络上贷款 充钱来打游戏 因为他在现实生活当中 可能是一个很差劲的人 他无论如何 也无法比别人变得更优秀 他也不想付出努力 他就干脆靠借钱的方法 到游戏里面去找这种感觉 所以在游戏里面 越沉迷的人 他在现实生活当中就越失败 越一事无成 没有任何成就 这种男生也不会有什么前途的 虽然是如果沾上了游戏 你把游戏变成了你的现实 把它变成你的成就感 和建功立业的来源 那么你的现实生活 就基本上完蛋了 输给女生 就是必然的 这是第三个原因 好 接下来 第四个原因 好 第四个原因的话 是时代原因 讲的是 我们这个时代呢 给了女生更大的优势 在过去的时代 男生比女生有着更突出的优势 从起跑线上就比女生高 原因是什么 男生的优势是什么 最突出的 力气比较大 好 那力气比较大 为什么在过去时代很管用呢 因为在过去的时代 人们主要干两件事 第一件事 打仗 对 我们要抢土地啊 打仗 那打仗的话 在冷兵器时代 当然大多数情况下 如果你没有办法经过 很精深的武术训练 你肯定是比利器的 那女生 如果要战胜比她力量 大得多的男生 她需要在技术上 比男生要强很多倍才可以 但大多数的女生 又不可能得到 这样的训练条件 所以说 女生直接在这个战场当中 被pass掉了 就没有女生的空间了 男生相当于 直接获胜 自然就胜利了 所以战场是男生的天下 女生没有说话权 好 那么另外一件事情 干嘛呢 对 打完仗就种地 地抢到了嘛 抢完了就种了 好 那种地的话 干活 种地 肯定也是力量大的人 更有优势 所以说 男生就直接的胜过女生 那么在现在这个时代 就不一样了 马云说呢 未来的时代是 他认为是女性的时代 他在一次演讲当中 提到过这样的一个概念 说 曾经有一个记者 采访他的时候 问他说 我发现你们阿里巴巴公司 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 你们的女性员工的比例 好像特别高 作为一个高科技产业的公司 你们的女性比例 能达到50%甚至更高 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数据 而且事实 据说 根据调查证明 阿里巴巴的女性员工的比例 确实是全世界的 高科技行业的公司当中 排名前几的 女性员工比例尤其的高 那马云就开玩笑说 我原来倒没有仔细观察过 这个问题 但如果你现在要问我 为什么阿里巴巴成功 我可以给你一个原因 因为我们女员工比较多 所以我们比较成功 公开说的 好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就是因为在过去的时代 我们依赖于力量的时候 男生的优势就特别明显 但现在就是 还依不依赖力量 我们对力量没有那么大的需求了 我们来看一个过去最需要力量的事情 打仗吧 现在打仗需不需要你自己端着刀 端着枪 上战场 不用了 现在的话呢 甚至你可以坐在指挥室里面 操控机器 机器打仗 那么操控机器 机器打仗呢 对力量没有考验 但对别的项目就有考验了 比较需要你更 心理素质更稳定 更耐心 更沉稳 更细致 更敏锐 这些特征 很多是不是都是女生的优势 比如女生是不是比男生更敏感 对于一些变化会察觉的更快 也比男生更细心 更容易发现一些小细节的漏洞 也比男生可能更 有耐心 做一件事情能够在他守很久 这都是女生的优势 所以在现在这场当中 女生不一定会输给男生 甚至有可能 能够超过男生 比男生更能打仗 那么在打仗这么男性化的事情当中 女生都能够取得优势 那么在别的方面 女生是不是更容易 能够发挥他们的优长 更容易 占据行业当中的领先地位 所以现在的 就是近30到50年来 我们女性的政治家 企业家 各个行业的领先人士 数量都在不断地上升 还在持续增长当中 目前这个趋势没有停下来的状况 还在上升 男生的比例在不断地缩小 那么这个现象的话 其实说明在过去呢 男生跟女生的竞争 其实不太平等 男生的起跑线 就比女生要靠前一些 但现在的话 起跑线降会平局状态 是一样的起跑线 那么如果你想要赢 男生就只剩下一条路了 你起码得跟女生 一样努力 一样精进 你才有机会拿到 跟他一样的成绩 对不对 那么如果你想超越他 你就只能付出 比他更多的努力 你不可能指望说 我有先天的优势 一开局就获胜 这是不可能出现的 所以这也是男生 现在竞争力被虚弱的一个原因 那么这四个原因 解析完了 大家应该更理解这个问题了 好那么现在就进入我们的下一个环节了 你们喜不喜欢这个局面 英胜洋帅的局面 好我来问问啊 所有人都可以投票 包括女生在内 你们喜欢这个女强男弱的局面 英胜洋帅的局面的人 请举手 女生不要不好意思 如果你真的想 你就举手 没关系 女生们都不想 觉得不喜欢这个局面的请举手 男生肯定都举手了 好那男生手放下 好我现在主要靠奇的是女生 女生有这么多人没举手 你们到底喜欢这个现象呢 还是不喜欢这个现象 喜不喜欢 怎么都不好意思说 怎么想的就怎么说 你们喜不希望你们比男生强 希望那你就是喜欢英胜洋帅吗 好那喜欢 喜欢这个局面的人请举手 再举一次 喜欢的 我感觉女生们好像有点犹豫是吧 觉得有点勉强 来你们告诉我 你们为什么勉强 你们觉得哪里不对劲吗 好你说 就女生说 为什么你觉得 英胜洋帅可能不是那么好 就是虽然觉得 女生强也挺好的 但是感觉就是 至少还是要 就是不要差距太大吧 就是你们希望比男生强一点 但是不要比他们强太多是吧 强太多不好吗 代表你们更优秀呀 但是按之前前面看的数据看 好像是 并不是因为女生特别的优秀 只不过男生有点荣誉打 也就是说你觉得这个荣誉来的有点 不够有荣誉 也就是说不是你们太强了 是男生太差了是吧 所以说女生们觉得 对这个局面不太喜欢 其实我觉得你们 你们好像还挺聪明的 我感觉比挑战班的女生 要聪明一些 我一问这个问题 挑战班的男生 所有人都 从一看到今天课程的标题开始 就沸腾了 老师怎么能这么说呢 怎么能这么说我们男生呢 好看完前面的资料 都陷入了深深的沉默 觉得人生有点昏暗 女生越听越来劲 感觉很兴奋的样子 好我接下来一问 喜欢这个局面的请举手 所有的女生刷手全部举起来 拒绝这个局面的请举手 所有男生刷手都举起来了 好但我感觉 你们好像找到了问题的根源就是 女生为什么可能会喜欢阴盛阳衰呢 是因为并不是你们喜欢男生弱 而是你们喜欢自己强 对吗 你们喜欢现在女生比过去女生更强 不是那种小女人 那种依附于男人生活的女人了 你们有自己的荣誉 有自己的实力 但是的话 并不要求男生一定要很弱 甚至如果男生变得太差了 连跟你们竞争的水准都没有 连跟你们合作的能力都没有 你们觉得是不是其实也挺麻烦的 也不太好是吧 好 确实是这样子的 阴盛阳衰这个局面呢 看上去男生肯定是最大的受害者 绝对是男生肯定最讨厌这个局面 但是的话 其实在整个社会链条里面 你所有人都是受害者 包括女生在内 这个局面对于女生来说 其实也没什么好处的 好 待会给大家讲为什么 好 首先我们先看看男生 对男生的负面影响的话 很简单 男生们越来越弱 但是男生的内心当中呢 其实有很强烈的成就的愿望 那么如果是对于一个男生来说 他不能够去证明自己优秀 甚至连女生都战胜不了 这个男生的骨子当中 你觉得他会尊重他自己吗 他会喜欢他自己吗 不会 这男生会其实骨子里面 很鄙视他自己 那么同时呢 你觉得女生会尊重他吗 女生其实是这样的一种脾气 告诉各位男生 女生呢 其实虽然他希望自己强 但如果碰到特别厉害的男生 他使劲学就是学不赢他 怎么打都打不赢他的那种男生 女生呢 会一方面觉得有点气恼 觉得怎么自己就是不够优秀 但另外一方面 还会对这种男生极其的崇拜 怎么这么强 私比也比不过 女生会最尊重这种男生 也会最喜欢这种男生 但是的话呢 对于被女生一刀就干掉的男生 一拳就打倒的男生 这女生会觉得好轻松 但是还会很鄙视你 那这个男生得不到自己的尊重 当然也得不到他的同性的尊重 也得不到女生的尊重 这男生的人生就失败了 送你一称号 伟娘 所以肯定没有男生会喜欢 那对女生会有什么样的负面影响呢 你说 老师我觉得男生会变中 可能就是 就是因为女生 当时就是比现在早的年代 就是女生跟男生没有亲生 那些男生比较放松了 如果女生 不是这个原因哦 你看到我刚刚讲的原因 但不是这个原因 如果按照你这个说法的话 那现在女生比较强了 那男生应该崛起了 但好像很多男生被打趴下了 好像根本没有崛起的意识 不是这个原因 女生说你们知道吗 会对女生有什么负面影响 就是有可能女生会认识 因为没有人给他们竞争 你们可以互相竞争 但是如果这样的话 女生还能找到就是 嫁的人吗 没错 你们不觉得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吗 好 各位女生 你们 好我先问问 你们预测自己未来 可能会应该正常 还是会结婚的人 请举手 好这样倒过来说 倒过来说 你觉得自己是决定 很明确的选择 不会结婚的 根本就不考虑这个选项 举手 好少数 好手放下 好那么对于大多数女生来说 你可能是会要考虑结婚这个选项 对不对 好 那现在中国男生都是这个样子的 你嫁给谁 嫁给前面那个胖无力的男生吗 还是嫁给刚才那个 樊胜美她哥哥 她妈妈把她养好了 她妹妹把她养好了 然后你嫁给她 你负责把她养好 因为我很能干 所以我来养你 好像不乐意是吧 所以那现在就是一个很大的麻烦 男生过于差劲呢 其实会导致大多数优秀的女生 你的婚姻没有出路 好我们来看一个 数据啊 好在我们的大城市当中 现在城市里有一个现象 就是圣女越来越多 圣女呢指的就是说 到了正常结婚年龄 但是没有结婚的女生 被剩下来的那部分 婚姻市场里被剩下来的那部分 但圣女跟圣男不一样 比如说男生当中没有结婚的 大多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太差 没人看得上他 就是那种男生当中 男生都看不起的那种男生 所以说更不会有女生会喜欢他 所以他找不到结婚的感觉很正常 但恰恰相反 中国的圣女跟圣男的状况 是正好相反的 圣男有多差 圣女往往就有多优秀 他往往呢 第一学历很高 文化背景很好 第二呢 有很好的工作 收入也比较高 第三呢 其实长相各方面条件都不错 但是就是不结婚 但并不是他们不想结婚 而是因为他们找不到人结婚 好 我们来问问各位女生啊 好 如果现在有一个选择摆在你面前 你要么选择呢 嫁给一个特别差的男生 就是完全没法跟你匹敌的那种男生 要么你选择胜着 你选哪种 胜着 OK 挺好的 这就是正常有自尊性的女生都会觉得我宁可胜着 我也不要嫁给太差劲的男生 我还不如自己过 因为你嫁给一个那种妈宝男 会嫁给一个那种胖无力 可能是你的拖累 而不是你的支持和援助 对吧 好 那么这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不会 显然对女生们的婚姻是有重大的影响的 而且的话 那么如果说女生的婚姻产生问题 那么下一步的问题是什么 下一步孩子就会出现问题 如果你胜着 那么他没有一个正常的家庭 当然就不存在下一代的问题了 但如果你嫁给一个很差的男生 那么这个孩子的教育很可能也会出现问题 因为你不太可能自己一个人 搞定这个家里的所有事情 你可能需要有一个人合作 但如果男生太差 可能会导致下一代的教育 可能也会比较差劲 你可能会生一个 养出一个 跟这个很差劲的丈夫一样差劲的儿子 然后重复这个流程下去 继续音声扬衰 我猜这应该不是女生们喜欢的局面 女生们会希望自己优秀 但我猜你们可能会更希望 男生也许也很优秀 甚至还可以努力到比你更优秀 你们也可以接受 女生其实最喜欢的局面是什么呢 是你拼命的努力提高自己 尽了你的权力去拼搏 但是的话呢 还是有部分男生 可能就是你无法逾越的 就是打不败的那种男生 然后的话 你很喜欢这种男生 然后嫁给他 这是女生最喜欢的局面 但是很可惜 现在的社会情况 没有给大家可以选择这种局面的可能性 你们只剩下圣女和插进男生这两个选项 比较麻烦 好 接下来 整个社会会带来的危机 整个社会都出现阴盛阳衰的局面呢 其实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好 这一点的话 我们可以从一个历史的教训来看 中国五代有过一个这样的时期 就是这样子的 阴盛阳衰 而且跟我们现在很像 魏晋南北朝时期 据说呢 那个时候的男生 崇尚以阴柔为美 阴柔啥意思 以女性化为美 就是这个男生跟女生一样的标准 那么这块是古文啊 他讲的就是说 在那个时候呢 大臣们每天起床 第一件事 是化妆 打扮自己 比如说把自己的脸涂白呀 给自己修眉毛呀 然后的话 整理自己的衣服呀 整理自己的发型呀 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去上朝 这开启他们一天的工作 这是他们的大臣 那么据说那个时候的男生呢 如果说你不够聪明 没有才华 没有关系 长得帅就行 武功不好 也没有关系 长得帅就行 然后呢 当不到官 也没有关系 帅就行 帅就能当官 是不是很神奇 那么为了要能够让自己 变得更漂亮一些 因为我们也不能 可能也不能用帅来形容吧 比如帅的话 我们一般指男生 可能男性化的特征吧 阳刚点的叫帅气一些 这些男生的标准 是跟女生一模一样的标准 皮肤比女生更嫩 比女生更白 然后呢 说话比女生声音更细 走路姿势比女生更妖娆 这也是古书当记载的 说就是扭着去上朝 这只能管他叫漂亮 好 那么有的人呢 为了维护让自己变得更漂亮 他们会多努力呢 比如据说 记载了一个这样的故事 说那个时候有一个人 一个男生 他天生生下来呢 是兔唇 唇裂 所以说有一点 破坏他的那个面部的 那个长相 但是他想 我也没什么别的才华 我也没什么别的能力 那我想要能够 登上人生巅峰 我怎么办呢 整容 对 那个时候据说也有整容技术 他找了一个名大夫 跟这个大夫说 你能把我这个兔唇给我整好 大夫说可以 我可以给你把兔唇给你整好 但是的话 半年时间之内 你不能笑 然后呢 只能喝粥 也不能跟别人大声地讲话 来保证这个伤口能够长好 你能不能承受这个压力 他说你别说是半年 半辈子都可以 只要你能让我变漂亮 是不是很执着 好 他真的就做了 做完了之后呢 真的就把他自己变得挺漂亮的 然后因此 被某个达官贵人看中 然后当官去了 从此走上人生巅峰 是不是很不可思议 好 那么这个朝代的结局是什么呢 这个年代的男生 因为这种以崇尚 英若为美 大家都 说实话 很伟娘啊 都变得像女生一样 没阳刚之气 他们不关心 君政国事 不关心如何去提高自己 不关心如何去锻炼自己 他们就喜欢去跟女生一样打扮啊 去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啊 去搞这些东西 结果最后呢 外敌入侵 亡国 这朝代很快就完蛋了 好 那我们来回看一下我们现在的社会 有没有这样的趋势 我们来看看娱乐圈 在曾经的时代 大家比较喜欢的男明星 什么样的风格 就是比较硬汉一点的那种风格 比如我们看看像 在美国 美国的一些演员 他是不是就偏硬汉风格的会多一点 比如美国的女生 他们很喜欢那种运动健将 很强悍的男生 中国的女生喜欢什么样的男生 小白脸 对 小白脸 小鲜肉 对吧 那些男生一个个长得比女生还秀气 比女生还漂亮 那么就是现在真的有很多妈妈 培养男生 就是这样培养的 我原来听过一个故事 是我的同学告诉我的 说有的男生呢 在上高中的时候 他的护肤品 比女生还多 比女生还专业 瓶瓶罐罐 比女生还多 而且特别讲究的会告诉这个女生 我告诉你 你这个皮肤都干了 你要这样涂 然后再那样涂 才会比较好 然后你看我 都弄得怎么怎么多么精致 出门那有太阳 一定要打伞 都晒出斑了 我都会晒黑了 这就是男生 是不是比女人还女人 好那我们想象一下 大家知道的 中国有没有外敌 有没有对手 有 要跟我们比赛的敌人还不少 头号 美国吧 还有一个 日本 日本男生可不是这样子的 日本非常崇尚阳刚之气 原来好几个老生人都跟大家提到过 日本特别尚武 他们的女生都跟男生一样 强悍 男生当然更强悍 那么跟这样的对手相对照 如果我们的男生都是这种状况 我们如何跟这样的国家竞争 你们如何去打败美国人 如何去战胜日本人 做不到的 没希望 或者要不这样 咱们靠女生好不好 女生你们强悍一点 然后的话到时候外敌入侵 你们说男生闪开 躲在后面 我上 你们都做现代花木了 去保护他们 我猜女生不会有意见 但男生你们能不能接受 你们坐在后面 胆小怕事 很软弱的那个样子 然后呢让女生在前面冲锋陷阵 来保护你们 能接受吗 男生们头都摇得跟波浪鼓一样的 你们会摇头就说明 你们还有男生的荣誉感 挺不错的 但是的话 你光想想不行 你得做呀 好那么接下来 我们不谈 我们如何能够改变这个社会 我们不谈如何去改变别人 我们谈改变我们自己 打败美国人 这肯定是一个比较长远的目标 但是如果别人不做 但是我们可以去做 我们如何能够去打败美国人 打败日本人 为这做好准备 能够让我们的男生 像男生一点 来 男生们说说看 你们觉得你们可以做什么 没什么都陷入沉思 战妍言要不还是你说 我觉得平时的话 可以 更努力一些 就是 如果我们不在自律的话 对我们自己定制更多的规则 然后呢 平时的话 训练可以变得更多 好 讲得有点虚 能不能实在一点有个明确的方向 什么样的男生 才像男生 不像伟娘 运动 运动还加码是吧 这是一个思路 杨维轩你刚刚就是要说 要不你说 可能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做什么很特别的 我们只需要做到正常男生标准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没有正常男生标准 现在男生标准都不正常 所以我们才要去做正常 那你告诉我什么叫正常 他们现在男生的正常都变成了 化妆品 护肤 白 瘦 日本男生那样 像他们学习 挺好 好 大家对这个问题还是有点抽象 肯定男生都还是想改变 想做 但是你如果不知道你能怎么做 你还是找不到方向的 好 那我们就首先来研究一下 好 首先第一 男生怎么训练 男生要提高自己呢 其实最主要的任务就是 你必须不能让男生被当成女生去养 女生如果想要变得强悍 女生当什么养 女生当男生养 但如果男生当女生养 这就很麻烦了 所以说男生你们要做到第一步事情 你们起码做到正常男生的水准 姚旭说的也没错 好 那么什么是正常男生的水准呢 男生 大家看到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个女生班 也包括现在的公主班 叫明德女淑 男生班叫什么呢 叫天剑男淑 什么叫天剑 天剑就是天行剑君子以自强不息 自强不息就是不断的突破 磨练 打造自我 用最大的压力去洗练 这男生才能出得来 如果男生娇嫩 如果男生承不起压力 经不起训练 这男生就不配做男生 好我们来看看公主班是怎么做的 什么叫女生当男生养 那么公主班的话给大家讲两个案例 第一个就是大家了解到的涅槃计划 前几天大家对涅槃计划如果原来不熟悉 应该看到挑战班做了涅槃计划的 对吧 那个训练量不小吧 连续两天半的做 确实会做到人有点废 有些项目做完了之后觉得 感觉恨不得昏倒在当场 就躺得不想起来了 特别累的一个项目 那么的话你们看到挑战班大多数还是男生 居多女生比较少 但公主班绝大多数都是女生 他们做这样的挑战 其实就是为了证明 我们可以做到很多男生都做不到的事情 很多男生都不敢做的运动 我们可以做 男生承不起的心理压力 我们可以承担 男生经不起的身体训练 我们也可以承受 他就训练最强悍的女生 这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的话 公主班最近也有一个案例 就是 今年的话呢 大家应该是正常的放假的 其他的班级的话 他们不正常放假 因为一些各种各样的原因 那么当中的话呢 很多班级的同学呢 他们爸妈妈就在商量了 我们要过来探望一下孩子 那这些学生们呢 也觉得我们比较想见爸妈妈 想要跟爸妈妈聚一聚呀 放松一下呀 可能想要得到爸妈妈的安慰 鼓励呀 之类这样的东西 但公主班的家长呢 做了一个集体的决议 他们决定 今年我们不仅不放假 而且我们班的家长 都不来探望孩子 原因就是因为 他们觉得 如果说我们的孩子 要成为中国公主 要锻造他们 成为最强悍的女生 他们就应该学会 不需要得到别人的安慰和支持 所以说 他们在学校跟着老师 继续磨练自我 对他们最有好处 所以说我们父母 就不来看他们了 这是他们爸妈妈的选择 是不是还挺强悍的 但相比之下 可能很多男生都还在 我要见爸妈妈 我要回家 我要去跟爸妈妈 在一块团聚一下 所以就是女生当男生 好 那么男生 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一些别的民族 或者别的国家 他们的男生的标准是什么 这是一个小视频 好 这个视频的话讲的是 亚马逊丛林当中的一个部落 他的成人礼 其实这个成人礼的话 不是只有这个部落有 很多部落都有 各种各样的成人礼 就是男生到了他成年的时候 不是说他年龄到了就成年 跟我们不一样 他们是 你年龄到了之后 你要通过一定的挑战和考验 才能够证明 你是合格的男人 如果说你通不过挑战 就证明你是衰弱的人 你是应该被淘汰掉的 好 那么这当中的话 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一个 一个案例 哦 sorry 哎呀我习惯性暂停 部落 三 北原水 里的一个 迅河 巴西西北部 亚马逊河 丛林里的一个原水部落 参加成人礼的男子 必须戴上一双装有紫带椅的手套 而所谓紫带椅 就是被他咬的疼痛 就如同被人射中一枪 这种疼要比马途鸟疼三十倍 好 那么这个呢 是他们的一个成人礼 成人礼的话 就他们去抓这个 叫子弹椅的这种蚂蚁 那么这种的话 大家可能 你们如果按正常的蚂蚁来的意见 你会觉得那没什么袭击 被蚂蚁咬一口吗 但是这种蚂蚁的很特别 它的疼痛感特别强 非常非常强的疼痛感 据说有的动物学家呢 做过研究的 真的会去做这样的体验 他把很多动物弄来 然后呢去被那个动物咬一口 应该是可能 他只算疼痛 不按毒性来算 这个蚂蚁榜上有名 比大多数的动物都要疼 那么在这个手套当中 你们刚刚有没有看到 它里面装满了这个蚂蚁 然后把这个手放进去 待十分钟 如果说是过程当中 这个男生 把手抽出来 选择放弃 你的成人礼就没有成功 就代表你不是一个合格的男人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应该是一个西方人 西方人有探索精神 喜欢去了解一下 这些部落是怎么锻炼的 他想去体验一下 好我们看这男生 还是比较强壮的 应该也是常运动的 意志力应该也不太差 看看他戴上去的反应 感觉如何 男生被疼死了 如果把你们的手碰进去呢 男生你们又觉得 几个人觉得自己绷得住 这就是他们成为男人的方法 是不是很有竞争力 如果经过这样的考验的男生 他的意志力 一定比一般人要坚强 要强很多 但现在的我们的男生 是什么状况呢 好我来给大家举个例子 听说上周 你们和托尔班一起做了 那个抗寒训练 是吗 感觉怎么样 感觉挺好的 是吧 好 比如说你们做那个卧宾 卧宾感觉怎么样 疼吗 还好是吧 对 那跟着子弹蚁比起来 估计几十分之一的疼痛感吧 好 但是呢 就做一个这么简单的训练 其实就小 浅尝辙止的 就是小小的尝试了一下 但是据说就有很多 爸妈妈就开始有点受不了了 对真的 哪个班呢 我就不告诉你们了 但是就是他的班级参与过 这个活动就开始叫了 爸妈妈就开始说 要大冬天的去做这种卧宾训练 感觉有点不养生啊 对身体不太好 你们对这种想法怎么看 你说 大家说 喝了姜汤也无法扭转 你这个前面受到的挫伤 好 那如果是这样想的话 你们应该这样想 如果说爸妈妈说 我们应该养生的话 怎么样最养生 每天别动 就比较养生 你啥训练都别做 运动也别做 因为运动也有运动损伤 有可能会有 有风险 那你学习 可能会用脑过度 学也别学 动也别动 这样最养生 每天呢 早睡晚起 享受和动物一样的生活方式 你可以这样做 但是的话 你这样养生完了之后 可能会被养成什么动物 对 会被养成猪 但可能是一个舒适的养生的猪吧 但可能还是猪呀 你要经过训练 难道你们觉得这个子弹椅 它对身体没有伤害吗 它肯定有 但是不是致命的伤害 它并没有毒性 但是会有疼痛感 可能会带来一些创伤 但是并不是永久性的 是可以修复的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 他们觉得我们宁可要 接受这样的创伤的可能 但是的话 我们的男生一定要经受磨练 不能因为有创伤 所以说磨练就不做了 这样的话 会削弱我们的竞争力的 这是他们部落的方式 那么还有各式各样的 成人理方式 比如说有的部落呢 据说是 要从高处 在他的脚上 绑上一根腾子 跳下去 要锻炼他的心理 还有的部落呢 是你要成人的话 拿着一根长毛 去跟大型野兽搏斗 你跟野兽两个人 一死一活 你死了就结束了 你活了 恭喜你 成为合格的男人 部落可以接受你 你是战士 只有男生的培养方式 男生们有没有做好这种准备 看到男生是怎么培养的了吗 你们经受的训练 是不是显得有点 还有点小儿科 但没关系 你们可以慢慢做 但如果从现在 你开始逃避你的训练 逃避日常的极限运动 逃避那些极限日的训练 那些涅槃训练 恐怕你就没有机会 能够成为真正的男人了 你就可以退一步 说我不当男人 我当女人 你可以不做这些训练 好不好 好 那么就是 这些部落对男生的要求 好 接下来第二步 你成为了男人之后呢 下一步你想上升 就是女生想变得强悍 当男生养 那么男生如果想变得更强悍呢 当将军去培养 你得用将军的标准来自我要求 那就比普通的男生的标准要更高了 那么将军他不是一个头衔和职位 就是说别人赋予给你的东西 别人给你的东西呢 这东西是假的 就像据说啊 在明朝的时候 朱元璋 给他的子孙后代 都封将军 一大堆将军 全是 就只要是他朱家的子孙 都给他将军头衔 但是那些将军呢 根本不会骑马 也不会打仗 也不会格斗 然后最后等到外敌入侵的时候 把这些朱家子孙都拿去杀了 甚至有些把他们煮了 这就是这些将军 所以将军不是一个头衔 而是说你要能够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情 经过别人没有承受的苦难 你就会有跟别人不一样的精神品质 你就会得到别人的尊重 那么将军怎么培养呢 我们可以看一个案例啊 斯巴达三百勇士 斯巴达呢是一个非常强悍的民族 非常强悍的一个战斗民族 那么他最经典的案例就是 他可以以几百个人的战士 跟别人上万的人进行对战 而且别人居然打不下来 这个意志力不一般 他们也经过了非常非常艰苦的训练 塑造成这样子状态 那么什么叫将军 什么叫将领呢 就是你一个人可以抵别人上百个人 可以抵别人很多很多的人的能量 那么斯巴达的勇士做到了这一点 他们可以几百个人跟几万个人作战 绝对是做到这一点的 那么这种人怎么训练出来的呢 好 我们看一下这段电影里面 对斯巴达人的描述 when the boy was born like old spartans he was inspected if he'd been small or puny or sickly only shapen he would have been discarded 在此,他被捕捉了,他被捕捉了在攻击的火力 优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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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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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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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